好,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完我们的设计概念了 就是这个FOR回圈 你把A取出来,然后剩下BC 把B取出来,变成AC 把C取出来,剩下AB 那这个呢,是把A取出来 剩下BC 那BC就本来是 这个是三个 三个之后变成两个 两个之后,这个BC 你先把B取出来 那这个A呢,照放 好,BC 你把B取出来之后 就剩下C 所以C就丢过来 那BC第二次 你把C取出来 那就剩下B 所以B就在这里 所以 这个是一个的情况 这是一个的情况 好,那这三个 那现在要取出的是B 再取出的是B 接着这边取出的是C 再取出的是C 那当你取出B的时候 那当你取出B的时候 就剩下AC 当你取出C的时候 就剩下BA 好 取出B 剩下AC 好,AC就变成两个 N等于2的情况 那这是N等于2的情况 N等于2的情况 我们再把它切 切更小 是N等于1的情况 所以这是N等于1的情况 那这AC 所以第一次取出A 取出A 那就剩下C 那第二次呢 就取C 好,剩下A 所以这都是一次的N等于1的情况 N等于1的情况 就是结束条件 那这一样 两个 B跟A 第一次取出B 那就剩A 那第二次呢 它就取A 剩B 好 这样排列就变成 A B C A C B B A C B C A C B A C B B B C C B B 就可以 把它排列完了 好 那这样概念 我们要 再进一步 把它写成 更细部的程式 当这个字串是A B C D E F 的时候 那我们看它的长度 长度是 123456 长度是6 好 那就要跑6次 第一次是取出0 第二次取出1 第三次取出2 然后再次取出345 好 取出0的时候 那就等于 这个data 0到0 这个是取出0 取出0的时候 剩下的你要把0取出来 那就是把0取出来嘛 所以 这边呢是0到0 然后另外一边呢是 0加1 因为要跳过0 一直到这个长度 所以 把A取出来 这个0到0的话 它0就会被去掉了 好 那这个0加1就是1 1就是B 好 然后再到Lens 好 所以就会到F 所以就持B C D E F 好 那当取出1的时候 就取B 那 它应该剩下A跟CDEF 好 A是0到1 然后CDEF呢 是1加1 这是2 2到Lens 当取出C的时候 C是2 那AB 就是0到2 DEF 就是2加1 一直到Lens 所以你看 这个是I 那这个就是I 这就是I 好 所以 X 就是DataI 那Y呢 就是Data0到I 0到I 这个0可以去掉 然后跟DataI加1到N 这个N呢 就是它的长度 那基本条件是什么 停止条件或基本条件 N小1 等于1 那就直接把这个回传回去就好了 它是A就回传A 它是B就回传B 好 那我们有X跟Y 好 那新的这个R呢 就是 X加上这个Y呢 就是N-1的部分 好 这个Y就是N-1的部分 所以把N-1的部分把它丢进F 那这个它就帮我们排完了 再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就把它Return回来 好 那这个的写法 我们可以写得更精简一点 怎么更精简